好 好 书接上回 接说这一段水谎 上回书咱们说到 宋江把盖中拿下来整赶上过新年 又赶上下大雪 大伙都高兴了 要饮酒赏雪 就在盖州以东 这有这么一个花园吧 因为冬天没什么景致 叫宜春浦啊 望雨停 停在上头 摆点火锅呀 弄点菜 大伙这吃着喝着 弟兄们高谈阔论 高的桌子矮的板凳 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正在酒憨 李逵呀 喝多了 怕桌子睡着了 赶醒了呢 没人了 一人顺停在上溜达下来了 走来走去这么一座山 山跟前啊 有个袖子 袖室 穿一身黄道袍 跟打安打定 人说这座山啊 叫天池岭 哇 李逵纳闹 这天池岭跟别的山不一样 冬天啊 冬天你什么山呢 看着也光秃秃的 山上啊 树啊 花儿草都没有了 那树叶也都掉了 这山不一样 这山看着清秀 而且似乎啊 还有点绿 大概是松树 这个有什么景致吗 修在罗安真房里转 您过这道山凉 后山有景致 啊 谢谢 我李逵也会说客气话 也会说 李逵琢磨着 进山没把家伙 可是不合适 出来喝酒 没带着斧子呀 拿手一猫啊 有的 一对板斧啊 在腰上插着 嘿 李逵高兴了 卖大步踏山凉 翻这座天池岭 到了后山一瞧啊 疏落落几户人家 有小黎不远 站在院外的侧儿一听 似有吵闹之声 李逵天生胆子大 而且烈其心强 像那个 小黎不远 虽然拦不住你 可你也得客气客气 惊动惊动 房屋主人 喊两嗓子 啊 有人啊 我说过道的 打上道 或者 行口水喝 他不管那个 他连那黎不门啊 都没摘 翻身一蹦 顺小黎不远就 蹦到院里来了 他一瞧啊 小屋门开着呢 站一屋子 有个老头 有个老婆 这老头呢 跪着地上 还站着几个标形大汉 老婆已经 多了成一个了 摊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这老头连哭带一球 把几位大夫行好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 您可不能给抢了去呀 李逵一听 怎么意思 抢姑娘的 这太难了 或这地方 没王法 晴天博日 朗朗勤昆 虽然说荒山僻壤 也不能这样啊 李逵你别看战山 李逵在战山之前 是执法人员 而且梁山的山归岩 梁山的人 不许下山请抢 抢梁是抢钱 叫借 说那不一样吗 不一样 宋江是把人一城打破了 抢梁库 米仓 钱库 连锅端 还给老百姓分 他不抢老百姓的 而且跟山上人都说 谁抢了老百姓的 山归处置 定杀不设 所以在梁山上 寻常人家抢男霸女 这个事情绝没有 李逵一瞧 这几个标形大汉 手里还递了这家伙 再瞧这几位的态度啊 那就甭提了 这老家伙 竟说废话也没有用 你乖乖的 把你的女儿献出 随着戴方爷 去享福 可有意解 绝白不了你 你的女儿要做了我们的压债夫人 岂不是你就是我们债主爷的老丈人老丈母娘了吗 咱们当亲亲走动 像这逢年啊 道景啊 还有一份好处 日后你要有为难招宅呢 山寨里边还得有份照应 可你要是一再的执迷不悟 给脸不要 脑一脑 怒一怒 先把你们俩老帮子杀了 再抢你的女儿 不是一样吗 你还拦得住戴方爷吗 哎呦 说话是穷情极恶 手里边晃着这家伙呀 那就不可一世了 这老头呢 没别的主意呀 还是球啊 帮帮磕头 磕的脑袋上 连血带土 李逵哪瞧得了这个 蹭 蹭 就顺腰里把一对板斧啊 亮出来 还真不含糊 李逵打仗啊 不讲偷袭 因为他的性格在这 你这书咱们要说石秀 要说燕青 从后不进去 先同俩 先履于不败之地 人屋里人多呀 你也不得人把是怎么样 管闲事也得亮丽 您在马路上 路不平有人产 咱们说书就得交好 但您也得亮丽 现在警察也教育我们 管闲事您得看您管得了管不了 还是报警最好 那就算管闲事 其实像我这样 五大三粗的 您看着我挺爽 我没练过 我没练过 一打就趴下 外腔而中肝 但我这块儿唬人呐 炒间法乱又不平 我 清凉油 虎牌的 一般呢 多少的管点用 劝个架 拉个架 也能给拉开 您也得瞧什么人打架 已然动上手了 这边二十多 那边三十多 板穿板天飞 那您就别拉架了 多远远的 要不误伤 您瞧着 就是矫情几句 也没大事 本来就没台阶 哎 就坡价 给个台阶 这家就算拉开了 这个邪不压政啊 该管呢 还得管 这就是李逵的性子 向石秀燕青 偷袭人家 他还不那样 他也不考虑的 管得了管不了 就在门口 只要有这对斧子 那就算有撑腰的了 对 就这一逮啊 老头本来跪着 这回也趴下了 又来人了 这家伙 比这山大王还狠这位 这根儿 你个逮的家伙 一听话逮 不知是逮是有啊 钻上家回头瞧 小黎布院里 站一黑的个儿 他也不怕老 单一单挂 手里边 拿着这板斧 我说 你们几个小子 活腻歪了吧 大白天就抢人家大姑娘 可认得和旋风 横横得半的符啊 认得我这符子吗 这几位呢 好 吃生米喝凉水长大的 老虎拉车 也不拎这套 手里有家伙 又仗人多 几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他干嘛 他仗乎什么 你爱什么炫饭 什么炫饭 到我这儿 改股道瓜 跟几个甭废话出去 你要打算管闲事啊 李贵说巧嘞 我打算管闲事 那行嘞 你不有斧子吗 我们这也不是卖刀削面的 告诉你这刀也宰个人 就是你了 刀削面刀削面 不拿刀 拿铁片 就那白羊铁皮砸的 稍微微微 有一小弧度 弄一块面 搁一木头板上的 真快 站这儿 功夫 每根都那么长 整掉锅里 我还跟家珍试过 长短差不多 但真掉外边 这玩意你说 怎么弄这个 双手那更绝 顶脑子上 弄一把面 那把面十了斤 颈椎不好 还俩不了这手 顶到这 拿点 这么小 全掉到锅里头 他比这一个手 那又快多了 看过电视这个比赛 真正刀削面不用刀 说刀削面 实际是铁片削面 这个刀 真正杀入人 这几位都是战山的带 各持军人 吊脚 就把李逵围着当劲 李逵拿斧子呀 这么一横 新了话说 你围我管什么 打架还等你们动手啊 李逵过去拿斧子就砍 你这几位呀 话挺大 还不禁砍 李逵稍微的这么一动手 当时就砍躺一撒 小院这就留一地鞋 这撒就横在这 那个呢 还真机灵 蹦得离不前外的啊 磨头就跑 追出来追几步 跑丢了 李逵回来了 这老头说屋里爬出来了 等爬出来就没站起来 那腿更软了 眨眼之间 自己家里的三具强人的尸首 这躲的篓子 哎呦 待会也饶命 待会也饶命啊 你这不惹祸吗 李逵就不爱听这话 李逵的词典里 没有惹祸这两次 惹了也不是祸 对于他来说 什么都是应当的 怎么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惹什么祸啦 你起来说话 我可得起得来呀 吓杀老汉了 你别害怕 别害怕 这是不是要抢你姑娘啊 对呀 你看看 是不是 那他还不该死吗 不是 他死不要紧的 您要杀您都给杀了我 这四个您宰仨 那一个跑来勾勒人 一会您不在我这待着了 我盯得住盯不住啊 您是干嘛的 干嘛的 嘿 甭害怕 甭害怕 甭嘀咕 天塌下流 大个盯着 你要问你家黑爷吗 我叫贺旋风李逵啊 老头一听 莫不是梁山好汉啊 别提梁山好汉 现在是将军之分 现在是将军之分 老头一听怎么了 黑旋风李逵 全国张告示 大闹江州 砸老反育 国家叛逆 孝聚梁山 中赏悬达的药饭 怎么又成了将军了 你看看 老头你还不知道呢吧 也是 你们这地方啊 小野村 休息闭塞了 你不知道 你家黑爷贺旋风李逵 现在啊 我们这叫 有个词啊 你别忙啊 我们这叫啊 叫 叫凤诏讨逆 哎 懂得吗 懂得 就是奉皇上的旨意 讨伐民 对喽 这个山西地面呢 卫省州反了个 田伙 这怪不错的 但他还 皇上老爷子没别的 派我大哥 带着我们哥几个 到那去 哎 啪 把他灭掉 这什么将军呢 这啊 啪到那把他灭掉 哎呀 您这将军之分 说话可不像将军 你看看 甭管是啊 想把主匪来 还是地面官员来 有我在这的 你还怕什么呀 那您可别走 您可别走 您要走 我这 崴了 没别的 您您您进来 我进来啊 行 老婆也起来了 老两口啊 是千文万细 谢谢李逵 这儿老婆就给做饭 老头在外边 把这三具尸首 马齐了 一地鞋 这怎么弄啊 冬天啊 有烧完了的炭啊 有灰啊 把院子垫 把这鞋啊 给盖盖 三具尸首 弄块尾包席 先给盖上 好在冬天 一时到坏不了 老不着急埋 老头累一身汗 把尸首 这就算给盖好 饭也熟了 你别说农村 这几个菜还挺像样 大概有点啊 存性 要搭着这救命恩人 也下本了 杀了一只鸡 加六蘑菇 小筋炖蘑菇 秋天啊 后秋晒的茄子 有茄干 往里边搁了点 那味多窜呢 现在这茄子 没茄子味 现在西红柿酱 没西红柿味 茄子没茄子味 当初就是嫁接 最两天我听说 又出了水果洋葱了 就是拿洋葱 喜不喜不就啃吃 咱们不知道 嘴里什么气味 甭管怎么说吧 越来越高级 这给李逵弄几个菜 摊个鸡蛋 弄点酒啊 这菜满过得去 李逵也没想到 这样的村子里头 这样的家庭 还能收入出 这么俩像样的菜来 好 破费了 您这什么话呀 您对我们家大恩大德 何以为报啊 老朽我呀 酒量也浅 我可赔不了您 我干一个 就算是一次 您自己喝自己的 行行行 你这点酒 未准够我喝的 你不喝最好 知道吧 李逵弦就嫌这酒 中了稍微小点 不接饮 这喝着酒啊 吃着菜 没吃两口呢 这家老婆由后边 领出一大姑娘来 这就是 搭救于你的 救命恩人 这位李爷爷 给恩人施礼 姑娘迎迎下拜 恩人在上 容小奴家一派 李逵弦不贪女色 他呀 对这个不在意 这要王英在这干了 哎呀 王英的秘就 上心了 李逵弦那瞧一眼 那你还别说 乡业小丫头 有几分资色 这就不错 也就瞧一眼 啊行 甭歉甭歉甭歉 啊 你谢着你去吧 没想到老头 没让姑娘走 您哪 这个 既是把她救了 我们也没有谢您的 也不知道您有老婆 没有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干脆把她呀 就为了报恩 就许配于您 这老头啊 有私心 第一 把她救了 她也应当报恩 第二 李逵是位将军 说白了 这还很有前途的 自己这闺女 嫁谁也不如 嫁个将军呢 这就改换门庭了 第三 有李逵这么一靠山 就不怕人报复了 那就这么一姑娘 李逵带着这媳妇走了 娘家爹妈能给甩在这儿吗 姑娘一说 您得带着我爹妈一块 我们跟你一块 到城里住了 家里头 这几间破房 小院不要了 打这儿就算过好日子 当然有报恩的心 李逵可错回忆了 李逵一听一瞪眼 我说你个老家伙 你拿我李逵当什么人了 心了话说 我大哥宋江怎么样 他作风不正 我都拿斧子批 我是说人的人 我能让人说吗 我绝不能有半点污点呢 我救了你难道是 为土你这闺女 拿成什么人了 常听人讲 施恩不能忘报啊 哦 你这姑娘我没瞧见 我把贼人杀了 把她救了 求你这姑娘 长得不错 我贪恋没色 据为己有 邪恩 要挟你们 我成什么人了 李逵还真浑 真一烦呐 伸手夸 把小桌给揍了 这就蹲斧子 奔了头下的 吹了吹了吹 不提 不提不提不提 咱们拜把兄弟了 这算您侄女行不行 李逵说 什么家庭这事 这气坏了我了 哦 我把你姑娘救了 这是我 这要什么人把你姑娘 就不管长什么模样 都给人家吗 这老头 低了腹子气哼哼 饭也不吃了 也没法吃粥货了 说人家出来了 您别急啊 咱得报恩啊 您走了 那意思您走了 那强人要来了 怎么办呢 没等说完呢 好 有远处有一位 低了坡刀 嘿 嘿的汉 别走 讲闹你家债主爷的好事 这位低了坡刀 大不流行 奔李逵就来了 李逵这斧子 已经蹬出来了 请双斧在手 托了小院 抬头一瞧 嘿 该找 我没找你去 你找我来了 这回行了 斩草 出根 永不发芽 我就绝了 这个老头的后患了 也对 我走了 管完闲事了 他找去 那老头 这老头 活不了 姑娘 还得让他们给遭记了 落他们手 干脆呀 我呀 把这债主爷 打破了 就完了 李逵也不搭话 晃动 双斧上来 就跟这债主爷 打起来 你还别说 债主爷 这口破刀啊 挺勇 这来价去 刀来扶往 跟李逵啊 在这小村子里头 这就算 打了七百个回合 李逵打架 不要命啊 而且这双家伙 轮动如飞 左一斧 右一斧 他仨着狠子 这么一跺这债主爷 这债主爷 真含糊了 愿不得我手底 这楼楼兵都完了呢 这家伙真厉害 磨头就跑 李逵说 哎哎 别跑别跑 跑的是松包的 告诉你小子 给你手底楼楼兵报仇 就报不了仇 仗一点 一块走啊 闹个旧伴 交朋友吗 你听你跑什么呀 百双斧在后 不就追你 这债主爷呢 搓着脖刀在头里跑 人当地人呢 人倒是熟啊 前村旁纵 拐弯抹角 这一转悠啊 李逵转悠丢了 立了斧子围着 他们也转一瞧 不对 怎么回事 出这小村 又到一片林子了 这是什么所在 一瞧这债主爷呀 滴了这刀 已经到林子那头了 别跑 让我看见你 你就跑不了了 滴了斧子 穿林而过 感到林子这头 债主爷又跑没了 他可傻眼了 乖了 一片宫殿 全人 代假的武士不少 一看李逵啊 低了斧子 这些个武士 拿着刀枪过来 你怎么戴着斧子乱闯 这是什么地方 李逵还管 这是什么地方 李逵说 什么地方 我沙强人 坠在这 这什么地方 好大的胆子 这是文德殿 别忙 文德殿 听大哥说过 我们去过文德殿 皇上召见过呀 当初东京变良城啊 武峰楼关里呀 打文德殿 投了过过呀 他是一步步 那老跟着宋江啊 他老问宋江啊 这什么地方 宋江就给他说 这是哪哪哪 这是哪哪哪 就说过 这叫文德殿 他有个模糊 文德殿 我去过 怎么 你去过文德殿 文德殿你见过谁 文德殿还见谁呀 皇上老爷子呀 告诉你不当文德殿见过 金钱县还见过 当文德殿 金钱县 金钱县什么地方 哎 完嘞 完嘞 哦 完了吧 不知道了吧 嘿 李诗诗他们家 这这李诗诗跟皇上 怎么就别比划 你还到文德殿 你把你这斧子撂去 斧子不能撂去 斧子不能撂去 这儿能说着呢 就瞧有一位小太太 跑得气喘吁吁 到跟前趴那迎手一晃 哎 什么地方 大呼小叫的 没了王法了 现在 万岁老爷子传旨 让黑的汉 带着斧子 上殿面君 哎 对啊 让他带着斧子 上殿面君 对 皇上老爷子 就这么传的旨 甭废话 哎 呵 行 黑的个儿 糟糕了 能带着斧子 上殿面君 你看看 熟人呢 一定是在那温德殿上 瞧见我了 那还有错吗 那这斧子 您也别那么低楼着 您您叶上点行不行 哎 叶上点 叶上点 李逵把一对板斧啊 插着腰里头 这小太监说 得了 黑呀 您别这扎唬了 您跟我上殿建军吧 哎 投了走 投了走 小黄门头前带路 贺旋风后面跟随 一前一后 后奔文德殿 但文德殿一瞧 好家伙 这身份大了 文东武夕 过关啊 接下施力 品吉台 上边玉祖 当今万岁 徽宗天子 驾坐捷舞临朝 小太监上殿 回万岁爷 说手持双腹的黑大个儿 带到殿上 让他随止上殿 是 黑爷爷您快上去吧 哎呀好嘞 李逵啊 也没演过李 他也不懂得怎么建皇上 大肠摇开 晃晃当当 他拿眼一瞧啊 你看这些人 这都朝里的大官 兵们宋德根的官 大得多得多 都够品级的 上的这是皇上 往这一站 你倒跪呀 李逵不懂那 这是唱个大诺 您看古书经常有这个 就是一抱拳 辛苦 皇上不恼 上人见喜 皇上乐乐 哦辛苦辛苦辛苦 你谁呀 我黑炫风李逵啊 哎呦当皇上还敢报匪号呢 皇上说你怎么叫黑炫风呢 我行动快呀 长得黑呀 叫黑炫风啊 我叫李逵 是不是争聊的功臣罢了 对喽 怎么样怎么样 脑子还好使 有咱李逵一号 哦是 为何手持利刃 公然杀害良民 错了 不是良民 不是良民 抢男大女的恶霸土匪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还把他追丢了 要不我也追不到老爷子您这来 皇上一听哦这么回事 那与你无干 该杀该杀 好 停止 李逵不罪 当殿赦免 怎么拿着利刃上殿呢 杀人呢 大白天的 三条人命 这都没事 那就甭说了 李逵乐了 好好好 都说这皇上昏君 皇上听说谁说的 挺明媚主啊 别人再说 你看我大嘴巴的撤他 别人说你昏君 我不管 打我嘴里 觉得说不出来 就冲尖你办这事 地道 够意思 我赞成你 他这话音未落 就听有人说 陈等有本起奏 皇上说 哪家爱卿有本 朕当我瞧瞧 呼啦一下 跪下四个 李逵回头一瞧 都不认他 哎 皇上 这四位谁啊 没等皇上大谈呢 这四位报名了 臣 蔡京 杨检 铜贯 高求有本 啊 斯嘉一清 有何本奏啊 这个李逵 是宋江的麾下 现在万岁民 下旨意 赵令 宋江 统带本部人马 去征田虎 可是宋江 治兵部前 有意拖延 与万岁的 社稷有爱 李逵一听 呸 瞪眼说瞎话 炉原为日下双城 我们连着把 魏州盖州 都拿下你们四个 又在皇上面前 胡说八道 哎呀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他在这儿站着 那是皇上 这四位呢 就在这儿跪着 离人太近了 而且 坐完皇上 不能老这么看着皇上 就得趴去 伸着脖子 牵着脑袋 把这刀口可就亮出来了 李逵一听 四根胡说八道 伸手把斧子拽出来了 这四位还没揍完呢 李逵摆自己的双手 心话说 小子 横跨一步 他可就过来了 头一个就是蔡英 官大跪着头来 李逵就站到跟前 这句话没说完呢 手起腹落 咔嚓 旁边杨田 啊 一回头 咔嚓 高球一翻身 咔嚓 这里边倒是铜冠有两下 会摔跤啊 铜冠可就站起来了 心了话说了 那仨都死了 我还不跑啊 哎呀怪了 跑不了了 转身转不回来 李逵跟他打一对脸 铜冠身手一拽李逵那叶子 把鱼踹给李逵冲出去 李逵倒不会睡觉 李逵有斧子 你攥着我管什么 咔嚓 胳膊下来 咔嚓 李逵真有耐心法 坐着这把四根脸齐了 咔咔咔就这么一躲 四大监挡让他一人报销了 全宰了 金电武神服干的 嘿 你这杀了就完了 怎么还没上线了 还 皇上面前手持利刃 就在殿上行凶 哪呀 李逵站起来了 一百双斧 你们哪一个赶一上前 众多的武士 金瓜乐斧朝天的网上一冲 李逵摆双斧一阵大杀 顺文德殿杀下来了 磨头就跑 又跑出来了 顺这殿外地一跑 有树林啊 钻树林 几钻树林 这些个啊 殿上的武士追不上他了 出了树林 抬头一瞧 嘿 刃的 还是那座天之岭 又到天之岭了 给自己指道的那个秀才 黄衣秀式 还在那地站着 那大冬天的 他这什么意思 就专位等我 还是跟这卖单 不知道啊 李逵又过来了 李逵头一回来 掖着斧子 过来呢 做一大衣 唱一大梦 那意思啊 跟客气客气 这回可不是 这回低了斧子 已经杀红脸了 刚来到秀师面前 秀师眉容他 问先说话了 能样啊 什么能样啊 我问你怎么样啊 我让你去瞧这景色 有点意思吗 忒有意思了 什么叫忒有意思 那叫太有意思了 土话就是忒 忒就是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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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这是某人的太太 能说这是某人的忒忒吗 甭矫情字眼 甭矫情字眼 你给我指这路 还真不错 我手刃四大奸党 都给剁碎了 连骨头带肉 一顿剁呀 好啊 我还得谢谢你 我还就一家子人家 你是个明白人 我是个明白人 哎 你看山这边有两棵大树 树后的有块大石 大石头上头啊 坐着个老太太 这老太太呀 嘴里边就喊 说铁牛啊 我的儿 这什么意思 哎呦 在哪呢 就在这两棵树后的 有个大石头啊 那是咱的娘啊 哦 你妈 不错不错 铁牛就是我的小名 说铁牛我的儿 那就是我们老太太呀 哦 你们老太太是不是找不着你了 不是我们老太太 让老虎给吃了 我们老虎给宰了 怎么在这儿胖上呢 那可说呢 我没故事跟您说话了 我得见我们老娘去 快去 李慧低了斧子一转身 这位伸手一拍的 哎别走别走别走 李慧珠干什么 我瞧老太太 别忙 有两句话呀 你得温习温习 需要谨记 哪两句话 你们不是奉赵讨秘吗 对呀 不是针脚田虎吗 赵啊 这田虎怎么破呀 我哪知道啊 那是咱宋大哥与军师姑姑 他们想的事情 我不管 我只知啊 奋力厮杀也就是了 嗯 那不行 记住了啊 就两句话也不多 十个字 以你的这个智商啊 我估计我站在那儿 教你这么半小时 你也就记住了 你也推瞧不起人了 不就十个字吗 你说我听听 要仪田虎族 别忙 要仪田虎族怎么讲 仪啊 就是仪平了 把它灭露 就这意思 要仪田虎 这一族人 不但他一个人啊 他们哥们带着人都造反呢 把他们全家都给灭露 这叫要仪田虎族 你这一解释不就明白了吗 要仪田虎族 下句呢 虚邪穷士族 虚邪穷士族 这句话可绕嘴 怎么讲啊 你就甭问怎么讲了 这句讲你也不懂 你也就记住这十个字 要仪田虎族 虚邪穷士族 这也没什么呀 要仪田虎族 虚邪穷士族 记住了 别忘了 我再背两遍 你别跟我这儿莫犯了 我得解摸老太太 快去快去 李奎可就不管这黄衣秀事 转过身来 奔这两棵大树 顺这两棵大树 中间有块大石 好像坐这个人 可大树中间这点点都过不去 他得绕大树 绕过来一瞧啊 挺光留这么一块大石头 大石头做这个老太太 铁牛啊 我的味儿啊 你说与为娘 打水 加一口 你哪想去了啊 哎哟 烫烫烫 李奎把手里的斧子 就地的密声 娘啊 铁牛在此 扑着老太太 怀里头 老太太 瞎老太太那样 拿手啊 一捶铁牛 哎呀 你个不孝的孩子 你怎么扔着娘一人跑了呢 铁牛说 你们不让老虎吃了吗 老太太说 哪有老虎啊 哪有老虎 一阵腥风扑面 就听门的这么一声 就在不远处乱草当中 窜出一只斑斓 猛虎 李奎吓了 伸手抄斧子 可就横着老太太跟前了 这老虎笨的就扑过来了 李奎有力杀四虎之能 还在乎这一个老虎吗 照老虎脑袋 白斧子就剁 老虎感情是零的 吃过亏了 死了一回了 还能再死二回吗 老虎来塑井舱头 那些事让过去了 立斧子扑轰了 老虎可就在老太太跟前了 李奎回头一瞧 哎呦可吓坏了 老虎张着血盆大口 奔老太太就扑 李奎转过身来 罩着老虎的后屁股 你呀 你别伤我你啊 斧子往下一肚 老虎往前蹿 双腹落空 李奎就扑在了 酒桌之上 嗯 一瞧 宋江 卢尊义 戴宗 石秀 杨雄 这些人都在这 望于亭上的 大伙正哼 大伙瞅着 他是哈哈大笑 我说你 这撒什么义证 铺的酒桌上 弄一脸菜摊 啊 原来是南科一梦 这还吃了这么一句 这跟谁小的这是 忘了哪听这么一句 哦 做梦 这段书叫黑旋风 梦中醉闹天池灵 感觉做梦 大伙说刚才 瞧你这趴着睡 先开始还老实 一会儿打呀杀呀 就嚷嚷上了 哦 我还说梦话呢 呵好 不知道你碰上谁了 还果然叫老爷子 又骂大街 然后瞧你这俩胳膊乱动 你那是打鼓呢 是干嘛没有 剁馅 后来怎么又叫上妈了 你这什么梦 哎呦 这梦很热闹咯 还真格的 哪位会圆梦 给我圆圆 怎么样 大伙都瞧吴庸 这您怎么样 吴庸说 哎呀 这要公孙盛在这合适 公孙盛没在这 大刀官盛 双边胡元硕 三个人正守魏州 水八将正守魏和 这十一个人没在 有的人正守灵州 有的人正守贝州 都给分出去了 你说吧 我们大伙听听 看看谁能圆梦 不大伙这酒也喝差不多了 也知李逵不说瞎话 都围上了 咱们瞧瞧瞧 瞧瞧李逵做什么 李逵说 我来到了一座山呢 大伙说什么山 神我山 灵觉骨 这人想不起事 开闹门 拍半天 没想起来 先搁着 大伙说 搁着 搁着比炸丸子强 你这什么呀 怎么山都记不住 你这反正是坐山 就完了呗 这叫什么山都不要紧的 好好 完了完了完了 有座山 我走这山头了 碰见个秀才 我碰见个秀才 然后呢 他给我指一条路啊 我救了一斤人劲 山大王抢姑娘 我把山大王给杀了 然后呢 老头要把姑娘给我 大伙说 我行走啊 梦里娶媳妇 怎么样 缘缓没有 什么我能干 那是什么 那成什么人了 汉童女色 见着漂亮姑娘 宋江说 哎说下吧 说下吧 不要随便发挥 别议论 就把你这梦如实说 大伙好给你缘 哦对了 别接她的短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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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要把姑娘给我 我可就烦了 我把桌一粥就跑出来 跑着没养的来个寨主 刚才我杀那个感情 不是山大夫 都是小楼了 寨主我又来了 拿个刀 跟我站 大伙说怎么样 叠得住吗 他哪行啊 双腹之下 一会儿 跑了 我就被追他 也不怎么走到文德殿了 大伙听喝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官迷 这帮人啊 就且和上理回了 平常就你不在乎 我就跟着大哥 大哥干嘛 我干嘛 感情你官迷 松江一听 你们这哪说他呢 骂我呢 这是 他就跟着我 我干嘛 他干嘛 他官迷 这不就说我官迷吗 不要议论 不要议论 李逵接着说 李逵说谁官迷 谁官迷 我接着咱们 打文德殿跟前过 哎 也不怎么这皇上 他还挺仁义 我把这事情一说呀 没怪 当店宣布 把我无罪开放 那怎么后来又急了 不能不急呀 蔡京这哥几个可太坏了 他也不是东西 愣说咱们啊 驻兵部前一物军机 说咱们称心单位的 你怎么样 我能听这个吗 拿着大斧子气质 咔嚓 四个人全杀 路着神一听 吴彼陀佛 哎呀 痛快呀 古东正我也问您说 罪过罪过 杀奸臣何罪之有啊 嘿 我说魁 这个 哥们赞成您 哎 完了 但是 有您这句话 我算踏实了 大概呀 我这不算业重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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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一块喊好 杀得好 宋江听这通话呀 贤弟 你辛苦了 受累了 把潮里的绊脚石都替哥哥我宰了 这不做梦吗 姐姐亏心 也就是 也不怎么那么大亏心 后来呢 后来呀 后来 那么金殿武士 一跟我比 或要拿我 又跑出来 哎 我又碰上那秀士 那秀士就说呀 那秀士说 术后都有我老太太 喊我的小名 是我们老太太 我得见见他 老太太得见他 哎 我还跟我娘见着 没想到 哎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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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句 拉一句 不对 中间还跟我说句话 中间说什么了 中间说是 说是咱们这趟打仗的事 哦 打仗什么事 大伙都说着他了 无用跟宋江对望一眼 你瞧还有打仗的事 说什么 这秀才说呀 说要一天虎族 虚邪穷士族 这句话一说完了 大伙面面相去 无言以对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要一天虎族明白 要胆子把天虎这一族都灭了 虚邪穷士族怎么讲 虚邪二字 无所谓的穷士族 三字一出 就瞧神医安道全 脸上颜色更变 刚要张嘴说话 站得对脸 墨语见张青 暗中一十眼神 这怎么一摇头 拿眼一瞪 安道全 安道全化到唇间 咽了 也知道自己 神色有点紧张 这两句什么意思 不知道 大伙都猜 这二位不知道 知道什么秘密 没说 大伙都不知道 这怎么讲啊 这圆望都瞧无用 无用说我也不知道 要一天虎族 虚邪穷士族 这哪仨字都说不好啊 嗨 梦中之言 先记着吧 你见着你们老太太呢 嗨 你们老太太说呀 没让老虎吃了 这会儿又出了一老虎 这老虎一扑我呀 我躲开了 我要杀老虎 结果老虎躲开了 老虎一躲开呢 我扑空了 这醒了 大伙一听 好 感觉这么醒的 这要让他把老虎杀了 后边还要下半级 老虎躲开了 大伙啊 开始拿李奎开着 给李奎圆梦 您按水浒 李奎梦到天池这 全是吉兆 为什么呢 我可不是宣传迷信 您按周公姐梦上说 哪位你有功吗 您翻翻这书 梦见杀人 大吉 梦见杀人会大吉 说梦是反的 现在人解释 梦杀人是因为 工作压力大 白天跟领导不敢说什么 晚上做梦 撒狠 他这么解释 按周公姐梦上说 不是 周公姐梦上梦见杀人 梦见血 梦见老虎 梦见见皇上 梦见秀才 都是 主柜 你看 李奎所梦的这些个 就是见老人 不好 剩下 全是主柜的 他这里碰一落头一落头 这个解梦 这是这样 我做这说书 我可不能说 这都灵 这都管用 而且这解梦呢 就看怎么说 就为了 让做梦这人 免去他的 忧心 就说开心话 他有点什么心事 做了这梦 梦是心头想 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 白天老虎们这事 晚上就做梦 心里还搁不住 跟谁刀了 您拿这话 安慰他 这么说 可能他就别扭 那么说可能 他就顺序 我也有这么个朋友 他就 老想着 升 升级 升科长 他就做梦 他梦是什么呢 头一个梦啊 梦见墙头草 随风乱白 二一个梦啊 梦见下大雨 下大雨啊 他穿着一雨衣 还打一把雨伞 他雨里站着 第三个梦啊 他梦见睡觉 睡觉可是睡觉 一个床上俩人 他跟他小姨子 他媳妇的妹妹 俩人睡一床 可是背靠背 醒了 醒了他就纳闷 这是 怎么意思 吃饭也不香 他小姨子瞧出来了 姐夫啊 每天 你见我 话多 今儿怎么没话呀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说 也得说呀 您看着我长起来的 他跟他媳妇搞对象 他小姨子 那大妹妹 还上学呢 在一块好多年了 您跟我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说不出来 您就说吧 害我做梦 这三梦挺怪 还有你 您这缺德 您怎么会梦见我了呢 您怎么梦的 我这 我这心里这些有事 我想凭科长 凭科长呢 我不知道成不成 这样这脑子里老是这事 嘿 那您得跟我说 这梦 您还别说有我 没有我 您得跟我说 为什么 我会圆梦 呦 你会圆梦 你看 你不知道吧 我个妈小的 哦 岳母老大人 呵 你这是我妈 这些年还没干别指这吃 敬给圆梦 我大小听得跟圆 我会两下子 得嘞 大妹妹 你这我还真找对人了 那我好意思跟你说了 您什么事由啊 我就是想凭科长 不知道有戏没戏 行 您说吧 头一梦是什么 头一梦梦见墙头草 随风烂白 二一个梦 我是下大雨 穿着雨衣 打把雨伞在雨地里站着 三一个梦啊 怎么意思 说呀 三一个梦就有你了 怎么有我了 我梦就 咱俩在一床睡觉 咱俩在一床睡觉 可是背靠着背啊 背靠着背 睡觉 完了 完了 您这科长吹了 没戏 吹了 这一听啊 一盆凉水 透心凉 怎么见得 怎么见得你算呀 墙头草啊 随风乱摆啊 没有根基 这事根本就不成啊 您上面没人呢 那哪成啊 您这事吹了 墙头草 不成 二一个梦 二一个梦更得了 下大雨 穿雨衣 打雨伞 多雨啊 多雨啊 你要打雨伞 就别穿雨 要穿雨衣 别打雨伞 三一个梦 三一个梦啊 识人做梦 这是根本不可能 我能跟您在一床睡觉吗 这事能成吗 这不纯在瞎想吗 哎 还真是 完了完了完了 走 这饭更吃不下去了 咧嘴 这一天 脸子不是脸子 鼻子不是鼻子 老丈母娘瞧出来了 干嘛呀这是 你怎么了 您蒙管 废话 我说你岳母 我不管 有什么心事跟我说 嗨 我这单位想平级 选我科长 我都不知道成不成 好几个人都是竞选 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 你这单位这事别带家来 这不做一怪梦吗 哦 做梦了 那行了 妈 我别不成 我会圆梦 那大妹妹说 您指着吃 也不追这么学乎 你说我听听 什么梦 头一个梦啊 梦见墙头草 随风乱白 二一个梦下大雨 我穿上雨 打雨伞 在雨地里站着 三一个梦啊 什么毛病 三一个梦有大妹妹 怎么会有她呀 我梦见一张床上 我们俩人睡觉 可是背靠着背 呵 干让你这科长 你平常了 我负责任 怎么了妈 这梦怎么太好了 准成啊 这三梦都带着呢 哦 您说说 头一个梦 墙头草啊 草本来是地上 怎么会长墙头 高人一头 出了众了 这么些人都在地上 唯独你在墙头上 你准成 二一个梦呢 下着大雨 我穿雨打雨伞呢 双保险呢 双保险下多的雨 都没事了 穿雨扫着 打雨伞 没准一针大风 把雨伞刮横了 那不能一身水吗 哎妈 您这说对 三一个梦不好吧 我跟大妹 我们俩一床睡觉 背靠着背 那更好了 小子你早晚 他妈翻身啊 一顿水浒 述说至此 告一段落 各位下礼拜 请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